中醫的觀念裡面什麼意思 人在睡覺的時候 這個陽氣呢 會散到四肢 陽在四肢 內部呢 身體上面裡面呢 陰非常的盛 這個四肢都是陽 所以我們的頭 手 腳 可以通通落到外面 身體要被子蓋著 這是常態 那有的人呢 天生的 早上起來 他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就要拿一杯水去喝 拿杯冷水去喝 覺得喝得很舒服 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拿一杯冷水去喝 喝完以後開始刷牙漱口 還去做事情 這個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喝冷水下去以後 這是陰嘛 你冷水是寒的 當然你不可能去弄個冰水嘛 冷 冷水 這是寒 性是寒的 一個寒一下去的時候 四肢的陽 怎麼又冷的會進來呢 對不對 這個陽馬上就回頭 瞬間就回頭 因為人體是非常敏感的 一個接觸馬上就有反應 你如果走到路上 真戳那個人 那個人沒有反應 這個人差不多了 對不對 一定會有反應 人反應很快 所以說你一下寒冷進來的時候 四肢的陽 瞬間就回到胃裡面 因為喝下去在胃裡面 馬上回到胃裡面 在胃裡面蠕動 所以千年以來 只要早上起來喝別冷水 永遠沒有胃病 永遠沒有胃病 那反過來這個人胃很好 他自然而然會有天生的那種動作 那這是陰陽的觀念 那有一個人呢 如果說胃病 你就問他你早上起來喝不喝水 不喝喝水有什麼意思 他就是胃病 他就不想喝水 那你如果說 那老師早上呢 我們用六個地方玩 很好的六位玩 這六位地方玩呢 這六位地方玩呢 我們有 淮山 這個三豬羽 這個首帝 折蟹 我們有三補三蟹 茯林 丹匹 那這六位地方玩呢 它是一個很溫和的 好 補蟹的方法 我們有三補三蟹 在介紹金貴的時候 我會再細講 那 這個要 如果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床頭旁邊 放杯冷水 你就放熱水 晚上放下去 你早上就變涼了嘛 對不對 蓋子蓋住 不要給蟑螂跑進去 因為你早上起來 昏昏沉沉的 不曉得裡面什麼 哪裡一喝蟑螂也喝下去了 這蓋子蓋起來 然後早上 然後把一杯六 大概三十顆 四十顆六位地方 六位地方 完全放在旁邊 然後呢 鹽裡面呢 用一個手去抓 一點點鹽 你不需要一掃太多了 鹽巴吃太多 會讓血泥 會髒血 一個瓶 就是手捏一疊海鹽 灑在那個 這個 冷水裡面 被子蓋起來睡覺 然後呢 早上眼睛一張開來 不要動 因為你身體還是因羊 還在手腳 對不對 躺在那邊 把蓋子打開來 然後慢慢坐起來 坐下來的時候 要趕快吃喔 不要羊回來再吃 那太慢了 所以 你用冷水一下去 你把六個地方 放在嘴巴裡面 用冷水一沖下去 到胃裡面去 冷水可以健胃 讓你胃一直在蠕動 羊會按摩嘛 羊氣回頭的回頭 在胃裡面按摩 這個時候你按摩的時候 就消化到的是最好的東西 在養生的 在養生的 當醫生一定要保養自己 你不能當醫生的時候 病人臉氣質還不錯 你在那邊黑 臉色發黑 在那邊看病也不好 所以當醫生氣質一定要很好